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来到见证历史的转折特别节目 从1991、1992海鸡海蟹两会陆续成立 到孤王会谈 一直到现在 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 我一直在追踪、报道、观察、评论 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一直到这次全程追随马总统 搭乘专机到新加坡 见证了马席会的全部过程 除了荣幸之外 个人也有一些观察 第一点 在这次马席会上面 观察到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66年来 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承认了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实体的存在 第二 在习近平谈话当中 再次提到一中一台 反对台独立场的时候 马总统用非常特殊坚定的语气 抬出了中华民国宪法来作为对应 这个我觉得在这次的会上 这两点观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很遗憾 到今天为止 马总统依然在外界面临了非常多的批评跟质疑 今天我们很高兴 再次来到总统府 请到马总统本人来到这个场地很特别 这是总统府的大礼堂 过去这个地方叫介绍厅 我从小对他的印象是中书各种纪念大典的会场 在这么庄严隆重的一个现场 请马总统再次跟我们回顾马席会筹备的过程 以及他的影响跟收获 首先欢迎马总统之外 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请您直接为我们评价一下 您心目当中这次的马席会 这次的马席会从十月间开始锦综密鼓的筹备 当时我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议题 一定要是巩固台海和平 维持两岸现状 那么至于其他的 后来大家感觉到跟过去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跟习先生见面 称先生不称官钱 我们称领导人不称他正式的名称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选择 场地的安排都是以最简便务实为主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当初一开始就这个规划 而且在双方协商过程当中 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意义 没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换言之您刚才的表述是说 这次马席会最后呈现的方式 跟您一开始的预期没有落差 几乎没有 那当然谈到议题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传统双方的旗舰 还是会存在 那我们只是想法子呢 采取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整个来讲呢 包括我们陆委会的同仁都觉得这一次的马席会呢 跟我们原先的预期相比呢 是超过我们的预期 超过 那您认为中华民国在这次的马席会当中 有哪些具体的收获 首先我们要问大家 在马席会当中 我有没有说过中华民国 在我们这个协商会谈当中 有没有说中华民国 然后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有没有说中华民国 通通都有 是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还不只是中华民国 我还说了宪法 我还说了一中各表 我还说了宪法征修条文 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是 这些细节我们待会往后再来说 回头来我想就是这个 从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 跟原来预期是很接近的 这个当年 我记得1993年 顾政府先生 汪道涵先生 第一次举行国王会谈 在新加坡之后 印象当中大陆方面就提出来 不赞成往后的两岸协商 在第三地举行 应该回到大陆跟台湾 可是这次又回到新加坡 固然它不是一个国际场合 因为它对APAC一直说 不赞成国际场合 可是它是个国外的地方 这个选择中间的转折 到底是什么 因为事实上 我们两次提到APAC 他们都这个婉拒 因为他们担心说 有所谓系统性的风险 那可是到台湾跟大陆 在目前的情况下 也会非常的复杂 其实所以很自然就想到第三地 我们强调第三地 而不是强调第三国 这中间也有学问 是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计见很快的 大家都有共识了 因为新加坡毕竟是 孤王会谈的举行地 新加坡的政府 李光耀建国总理 跟现在的李显龙总理 跟海峡两岸都有足够的交情 也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 这一点是双方在这个议题上 迅速达成共识 最主要的因素 这算不算对方的一个让步 他当然这个 因为现在他既然已经说 不能够在APAC这种国际场合 那这个像夏章 他们到金门会面 也是晚进才有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太合适 所以很自然就往这个方向向 如果对方当时坚持说 这场见面要在北京 还可能会有马席会吗 机会不大 因为我们原来说过 这个跟大陆的领导人 在我任内没有见面的机会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要到大陆去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 不合适的原因是 因为在那种场合 一定会有许多 我们意料不到的问题 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就变多了 对对 那如果在像新加坡这样的话 这些因素全部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 能够尽量的简单 但是很务实 回到这个务实面里面来讲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 也有人质疑 这次选择新加坡特别时间 您说10月14号还没有确定日期 后来确定的日期 有人说是将就了习近平的时间 甚至于将就了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行程 那好像是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配合跟让步 是这样吗 我们都没有说一定要固定哪一天 大概这个11月大致上都可以考虑 那当然我们觉得可能早一点比较好 那大陆方面我们侧面的了解 他实际上为了这个行程 也有改变他原来的行程 是有改变 我们也注意到 也有一种批评 认为说事后的记者会 大陆方面出来的是张志军 国台办主任 我们这边是马总统亲自上阵 也有人认为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点点降格以求 马总统有点好像委屈了 人家只是一个部会首长 我们是元首亲自上阵 您的考虑是什么 有考虑到这层因素吗 没有什么理由 我要这个夏主委替我讲 为什么不能自己讲 我不能自己讲了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吃到饱 我们回答了51个问题 我觉得很好 这样的话呢 它的透明度 符合透明 对 透明公开 问什么我们都打 这样的话就使得大家知道 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 或者是要隐瞒什么 如果这个精神延续 到了新加坡 也应该一样啊 为什么在国内可以 到新加坡就不行呢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那他们有他们的做法 我们有我们的做法 这也是 这也符合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对 他不会强迫我 你一定要请夏主委讲 我也说一定要请 习先生来讲都不必 就照双方各自 长期的惯例处理就好了 是 我们也关注到 在您的记者会上很特别 这您的桌牌 当您的桌牌摆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坐在第一排 我看到中华边的国旗 下面总统 旁边的高秘书长也好 曾秘书长也好 这个所有肖夫密也好 大家通通用正式官线上有 上面有国旗 请问这样的一个做法 现在包括还有一个特殊 这就是李显龙当天晚上 在家里面跟您见面喝茶 他在他的脸书上 自己写出来的话 是正式第一次 称呼您为马总统 这些事前都得到双方的协商认同 或者大家都有一定的谅解跟了解了吗 我们一个个来好不好 好 先前来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是我们 记者会是我们办的 所以记者会 所有的规矩都照我们的 就这样而已 这个是我们第三局 平常就是这样办的 他不可能在办总统府的场合 总统出面 结果牌子上不写总统 不可能的事情 他不能写个马先生 不可能 但这个事情有通知大陆方面吗 大家有这个谅解 有这个谅解 他们办我们也没去干涉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好一个 建立很好的一个模式 双方相互尊重 而且那个场地 接下来那个时段 就是我们开记者会的 那就照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主场 对对 我们的规矩 我们的惯例 这是我们总统府第三局的 传统用的这个名牌 就照这个 在现场也没有哪个 问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任何的退让修正 通通没有 通通没有 好 这个李显龙的这个Facebook 有点特别 他的这个原文 Cut up with President My Angel over tea this evening 只是给您跟 马英九总统举行的一场 许旧 许旧 茶叙 好像过去我们关注新加坡 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 您上次去治癌的时候 也只是一个很低调的家计 这个算突破吗 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马席会 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那一方面的李总理 他们父子对台湾大陆都很关心 尤其是像他的父亲跟金国先生 那个友情非常的深厚 这些因素都使得他这次 虽然并不是真正的东道主 但是他既然我们使用了新加坡的场地 新加坡也提供了安全维护 其他的协助 那他大概觉得 华人社会都觉得 合情合理的做法就是 至少打个招呼 所以我们没有正式吃饭 就在他 那个是李光耀先生 我们后来才知道 是他的故居 他以前住在这里 就借这个地方来聊一聊 所以是既有一定的外交意涵 又有很浓厚的情谊的在背后 我觉得是 对 所以后来 因为我们原来也没有 也不知道会有这个行程 要临走才知道的 那我们也不能拒绝啊 人家帮了这么多忙 就下来这个say hello 讲几句话 这非常正常 好 我接下来给大家看这张图 这可能是 从我个人来讲 我采访新闻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看到 CCTV 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画面里面 在您行前记者会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 他们一向觉得非常敏感的 中华民国国旗 今天买日满地红的国旗 出现在了大陆所有的媒体上面 而国际的媒体上面 也多一半的 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CNN用的是 两岸的领导人 对等的这么个画面 是Leaders of China and Taiwan 这不算什么 再来 这个 这是Washington Post 叫President of China 台湾 这样的称呼 日本人一向警晓甚微 日本人的媒体 很少把两个头衔 共同登出来 用台湾的统领 相对来讲的时候 在过去 一向外国媒体 只要敢这么做 中共一向会去抗议 这次他都没有去抗议 这代表什么含义 是一种变相的在国际上 认同了一个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存的一个事实吗 什么含义 没有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马总统跟我们细说分明 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 就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的共识 简称九二共识 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马席会上 总统在跟习近平 坐在会议桌上 表述的关于 九二共识的这段谈话 我们这段节目时间 我们就把焦点放在 这个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上 不过首先我想先回到一个 刚才我在广告前 请教总统的 就是国际媒体 这次的表现 里面并存的 中华民国总统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 这样的一种方式 大陆没有抗议 这代表一种进步 是不是就真的 就是一中各表概念下 大家各自表述的 一种具体呈现 我想国际媒体 它反映的只是一个现实 这次见面的 就是大陆跟台湾的领导人 他们当然不叫领导人 他就叫原来的名称 我觉得就是反映现实而已 现实 对 那您刚刚讲说 过去有这种状况 大陆都会提出抗议 对 那个别的有可能 现在700家媒体 怎么抗议 事实上这也不可能 而且基本上 现在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可以说是66年来 最平和的阶段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了解 各位 这700多家媒体 但我相信大陆方面 在事前也应该算计到 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尤其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您刚刚在行前的时候 11月5号的记者会 11月7号当天在现场的记者会 大陆央视也没有用马赛克的方式处理我们过去最敏感的旗歌问题里面的旗帜 这个难道也只是一个无法控制的现实吗 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这些地方 他们愿意在他们过去所坚持的一些事情上 做出一些调整一些弹性 弹性可以称为是某些的让步吗 你要称让步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这在过去他们通常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走出这一步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不管是在国内在两岸还是国际呢 我们都创造了一些先例 这个先例能不能持续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绝对是有机会的 最主要是要看后来的人怎么做 我刚刚不是说吗 我在好多个地方都说 我们现在搭了这座桥 这个桥 未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都有机会上桥 但是我说了 要先确定遵守交通规则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这次的刚才我们在广告回来的时候 听到了您在现场的谈话 您在这个开场白里面 全球直播的这个开场白里面 提到了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但没有提一中各表 等等等等 我当时是说1992年 海峡两岸在新加坡 对不起 在这个香港 达成了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不是一个中国的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所以那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是议题 不是前提 更不是结论 不是定义 不是 然后在那一段的最后 我还特别预告 我说等一下在正式会当中 我会做详细的说明 也就是说双方在开场白这个阶段 只是抛出这个题目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短 而且大家希望 双方都希望 在这个阶段双方都避免 用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语 但是又双方也同意 到了正式会谈的阶段 就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我把有关中华民国 九二共识 这些用语都放到正式会谈的阶段 而是我们事前也有预告 我听说这个中间其实是 在您上飞机前 或者甚至于是到了新加坡之后 两岸还有一些沟通 就是大陆方面 还有一些修正跟建议 因此才这个条 原来计划是要在这个开场白里面说的 然后后来 那具体过程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要做调整 因为我们双方有一些用语 有一些词汇 对方不见得能够接受 大家后来谈的结果 就是说这些词汇放到正式会议上 在开场白的时候 避免使用 那我们当然也 他先 习先生先讲 我后讲 那他们确实有照这个 大家的约定做 那因此我的说法 就是讲到 我是回顾1992年那段历史 并不是说我们去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而不做任何保留 没有这个意思 说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 这个议题 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后面马上就讲 我说等一会儿正式会谈的时候 我会详细说明 我们的制作小组也整理了 当年92年11月3号 海基会 这个时候在这个 那么开完会回来以后 那么特别做了这么一个说明 特别重要的是后面 92年8月1号 我们在国统会的全体委员会上 所通过的这个叫 你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称呼中华民国的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获得92年11月16号 获得海协会正式回函 同意了这个说法 这可能是整个完整的 九尔共识的一个含义 所以这段历史证明了 我当天讲这段话的时候 是说在1992年 有这么一段历史 那它是把一个中国原则 当作是议题 就这个议题有达成共识 这个共识我等一会儿会说 是 那一中各表这句话 如果就算如此 一中各表这四个字 大家都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 那么一中各表 现在国内有些声音认为 就您没说在开场白里边 其实说与不说 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我们看 马习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场白 第二个是正式会议 第三个是国际记者会 我刚刚不是说吗 在这三个场合 那么有没有说 这个一中各表 有没有说中华民国 有没有说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结果这三个场合 我在第一个地方提到九尔共识 但是在习先生的面前 我不断说了 而且是说九尔共识 一中各表 然后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不能够表作 第一个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或者台湾独立 是 几乎全部都说了 后面还加了 提到宪法征修条文 对 然后到了下午 国际记者会的时候 我把这个全部还原 所以说在同一天 我都讲了 我很好奇 当您在这个面对面对面 跟习近平面对面 谈到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征修条文 这些用词的时候 其实他是非常敏感的 我很好奇当时的 习近平的反应是什么 你这问得很好 为什么呢 我一直在注意 注意他的表情 我一面讲 我一面看他的表情 他表情很平静 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 所以他换言之 可能在他的幕僚作业 或事前的沙盘推演上 也已经料到了 这个可能会是 会拿到台面上来 谈的一个主题 对 是 我们再回溯一下 事实上 在您2008年 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 刚当选没有几天 胡锦涛跟当时的 George W. Bush 小布希 通了一通热线电话 在这通热线电话上 事实上 胡锦涛新华社发稿 中英文稿 都是新华社发的 都已经发出来说 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but agree to defer honest definition 就是双方同意 对一个中国的定义 是双方同意 有不同的解释的 所以严格讲起来 中共官方等于 已经在国际上 正式的都已经表达了 一中各表的含义 对 那为什么一中各表到今天为止 还有这么大的敏感性 当然当时他 这个发表的时候 我看到 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他是第一次讲这么清楚 是 可是呢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看到这个之后 然后就决定 请肖万长先生 我的副总统当选人 到博敖会谈的时候 把我们的想法 跟当时的这个 吴锦涛先生说清楚 就是后来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跟这个有绝大的关系 而这个说法呢 跟李登辉总统主持 国统会 那个说法 几乎是一模一样 是 那个说法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所赋予的含义各有不同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所以这不是完全一样的 几乎是足字看起来都一样了 所以我当时感到惊讶 就惊讶在这儿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双方看法这么接近 那我们应该赶快推动这个 已经等于说 耽搁了十年的两岸关系 好 我们现在回头来 您可不可以 这个容许我再追根就底一下 从这个表面上看 似乎大家在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 认同的是 一个中国的原则 是代表了对于全中国 全部领土的治权之争 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政治实体的实质存在 是两个主权的实体 所以严格讲起来 真正的一中各表 或者九二共识是说 我们互相尊重各自的实质存在 但是对于治权之争 你说我是你的 我说你是我的 这个大家就回避了 是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这是一个主权与治权的差别 事实上因为 不管是大陆跟台湾 都主张这个主权涵盖 整个中国的全体 包括大陆跟台湾 那在这个上面是重叠的 是 主权的主张是重叠的 但实际上呢 大陆统治是大陆地区 台湾统治是台澎金马 这是一个政治的现实 也是66年来存在的现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方面对于主权的部分 双方无法相互承认 但是对于治权的部分 他统治大陆 你能不承认吗 那怎么打交道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是这个治权是这样 他所说的一个中国是 他认为台湾也是他的 对 我们当年的一个中国认为 大陆也是我们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宪法上的领土 还是涵盖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主权只能够互不承认 但是治权呢 却应该互不否认 否则的话 大陆上在那边实际执政 你不承认 你怎么打交道呢 我们其实早就承认 他的治权了 那这次算不算 从您这个逻辑 这一次的马席会 是不是等于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 所讨论的所有一切 是不是证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中国共产党 现在也等于承认了 我们的治权 可以这么解释吗 我们宪法只是说 一个是自由地区 跟大陆地区 它只是个地区 那这次这个马席会 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呢 就在这个方面 双方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主权还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相互承认 但是呢 至少在治权的部分 很多人这次对您 有一些批评跟质疑 认为关于飞弹的问题 您似乎太过于 轻描淡写地 接受了习近平的说法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别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 见证历史的转折 特别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 是跟马总统 一起在总统府的大礼堂 也就是以前的 介受厅 总统 这次的马席会 你们大家还有另外一个 关注的焦点 就是关于 大陆对台湾地区 部署的飞弹问题 当时张志军有转述 您也有转述 说习近平先生在会谈当中 特别提到 当您提到飞弹问题的时候 习近平的回应是说 飞弹的部署 不是针对台湾人民 好像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所以外界有很多的批评 跟质疑认为说 好像总统为什么没有跟进 提出一些更具体的要求 觉得好像您似乎 这个表现得不够强硬 或者说是没有善尽 保护台湾同胞之者 您怎么看待 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原来稿子里面是没有的 我主动提出来 这原来您去之前的稿子里面 没有具体提到飞弹 对 只是提降低敌意 主要的 我主要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提那个国际空间 是 是重点 是 那我特别把这个安全的问题 还有尊严的问题呢 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台湾人民关心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提这个呢 就是因为要降低敌意 我们这次的主题有一个就是 降低敌对状态 是 这个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我们提到这个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目的 是要一方面 把这议题在大陆领导人前面 正式提出来 第二呢 我们希望他采取具体的措施 表达善意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中华民国的这个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总统 以台湾领导人的身份 很大声地告诉习先生 这个问题应该拿出具体善意的行动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声量够了您的意思是 对 好 接下来就是后续了 我记得在记者会上 我有当时提问 问您的是关于亚投行的问题 您也主动地表达 习近平针对很多的议题 在会上都说会交代适当 待未来跟进 请问关于这个降低敌意 敌对状态 降低敌对状态 或者是关于飞带的问题 会有下一步吗 我们会有相对的单位 您会有责承相应的单位 去继续的追踪谈判吗 不只是这个问题 其他我们提出来 对方的回应 不论是怎么回应 我们满意不满意 我们都会记下来 成为下一步跟对方 交涉沟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事实上我们提的问题 包括国际的空间 包括像刚刚 习先生说的 这个货帽的协议 互设机构 希望他还不是要求 他们尽快来办 我们也提出 这个专生本的问题 这原来在 这个我们写的稿子里面 也没有的 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其实还是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容纳不下了 时间不够了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问题 当做一个重点 来向习先生说明 并提出来 未来还是会 继续地追踪 了解它的发展 是 谈到追踪 您在行前的时候 陆委会曾经引用说 他们做了个内部的民调 这个民调有八成的台湾 这个人民 是支持这次马席会的 请问回来之后 有没有再做一个对比性的民调 我不晓得他们做了没有 但当时他做的时候 并没有提马席会 只是说台湾的领导人 跟大陆领导人 所以在这个场合 刚刚像刚刚讲的 这个关于飞弹的话 我是非常严肃地 提出这个问题来 而且具体地要求 他们要做出一些 有善意的行动 来改善这个情况 所以不管是朱日河 那个基地 或者是飞弹的部署 我们都是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讲 你站在我的立场来说的话 是非常严正 而且适当 并没有任何软弱的地方 所以当您提到 像这么具体的朱日河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习近平的反应是什么 他后来不是在记者会上 我有说吗 他就说他们飞弹 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 我后来在别的场我也表示 他这个答复 当然不能令我们满意 所以我刚刚讲 我们还会继续追踪 继续努力 对 好 王总统这次 我刚刚提到民调 其实我们必须说 您从台北市长任内 获得更早 您就一直涉入两岸 对于坚持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样的立场到现在 其实这次马席会算是 如果说从您的表述当中 认为他成功的 可是外界还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批判 您觉得委屈吗 当然有一些是因为不了解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这一中各表 他们说你只讲一中 没讲各表 其实我都讲了 不但讲了各表 还讲了中华民国 还讲了宪法 都讲了 但是他们听一半 西湖都不愿意听下面一半 所以我们在这个 正式会谈的时候 这些都说了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 把正式会谈的逐字稿也公布了 可是还是有人 我看到有些评论 还是讲说 马总统只讲了一中 没讲各表 那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 是数字于疏忽呢 还是有其他的考量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我开国际记者会的时候 大概是4点45分 距离我3点钟的时候 讲这一段 只不过一个多小时 我全部把它再讲了一遍 就是九二共识 不但从九二讲史 还讲到 从刚刚那个国统会的决议 开始讲起 说明九二共识内涵 说这个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那我们表述呢 不会表到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台湾独立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所不允许的 讲这么清楚了 有史以来 没有人这样在 大陆的领导人前面 这样子讲过 所以我觉得我 所以很委屈 散尽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责任 是 原谅我 很真实的说 一段时间以来 马总统有一些民调的数字 我们看起来也蛮 觉得蛮难过的 可是这次 TVBS做的民调很特别 我们先看一下 在行前跟会后 这个民调是第一 知不支持马锡会 我们看到数字 从41%的支持 上升到47% 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两岸的和平 或者两岸和平发展 有没有帮助 更大 从47%认为有帮助 上升到55%有帮助 再来一个 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马锡会 会不会对台湾 带来伤害这个问题上面 担心的人 有34% 可是50%的人 并不担心 最重要一个是 最后这个 就是利多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 45%认为 利多于弊 有54%的人 表示支持 这样一个民调结果 符合您的预期吗 您的个人情绪 跟刚才这些 委屈相较之下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是我们就在 11月7号跟8号两天做的 是是 我当时是想 因为我们这样采取姿态来讲 应该是目前台湾 能够做到最大的程度了 你没有办法 强迫大陆 包括习先生在内 跟我们讲完全一样的话 但是我在他的面前 把我们能够讲的 全部都讲出来了 我刚刚讲 他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 他当然也没有 他当然也没有 说一些别的话 但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也是我们努力 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您刚刚问我 这次你觉得 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这是其中之一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在习先生面前 把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 讲得一清二楚 是 最后一个我们来关注 您在记者会上说 事前有让美国知道 这次的会面 很好奇也很吊诡 我们看到美国涉台官员 看看从这个 这个普道维 普瑞哲 跟这个包道格 都表示了一个乐观 包括昨天 朱立伦朱主席 建的众院亚大会的主席 都说excited 而且觉得非常开心 兴奋 那么美方跟我们都知道 为了南海问题 现在跟大陆方面 是一个对峙的状态 大国博弈之间 有人认为我们是被当作了棋子 特别是当作了大陆的棋子 您认同吗 我不认同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在南海议题上 我们立场是恰到好处 回到刚刚您说的 这个美国官员 或者是学者的 表示的态度 平良心讲 我们并不意外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 这个11月初 就通知了美方 我们跟美方 进行任何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强调 零意外 然后低调 surprise free跟low key surprise free很重要就是 大家有互信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你绝对不能不先告诉美方 告诉美方的 那一刻开始 美方的反应 其实就是正面 当然那个时候会还没开 他等到会开的时候 讲得更正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美国总统 尤其是欧巴马总统 在过去的 这个七年多的时间当中 不断地就这个议题发言 都是鼓励两岸 进一步扩展 双方的来往跟接触 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争端 我们完全符合 他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您刚刚曾经问我 我们对这次马席会 觉得跟过去的预测 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分三个城市来讲 第一是国内的 是 你们注意到没有 我们在消息曝光之后呢 就按部就班的 请毛院长 总统府曾秘书长 加上陆委会夏主委 去拜访王院长 请他召集国会党团 下午我们来做报告 结果这都按照这个进行 除了民进党跟台联缺席以外 其他的都在听 听完之后 夏立言主委立刻举行记者会 把这消息讲清楚 第二天上午我在这里 又举行记者会 回答了51个问题 然后呢我们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时候 能够开放的全城都开放 尤其是包括开场白的部分 跟国际记者会 我在国际记者会上 又回答了14个问题 两个加起来 已经是65个问题 差不多问题都问到了 然后呢我在 我开记者会 在这里开记者会就宣布 如果立法院在我回来之后 愿意邀请我到立法院 做国情报告 我会接受 换句话说 我们国内的部分呢 可以说已经进到了 公开透明的极致了 第二呢就是两岸的部分 两岸的部分我们这次 我刚刚讲 建立了很多新的模式 但是它当然一定是有前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完全支持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大陆在这点方面 跟我们看法比较相近 所以它愿意做出这些调整 这些弹性 这些务实的做法 这是两岸的层次 第三个层就是国际的层次 国际的反应 当然也有一些 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少部分有批评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华民国有史来 从来没有一次 因为这这个事情 受到这么大的国际注目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觉得中华民国 在国际上的这个殖民度啦 或者是地位啦 是不是有提升 我都感觉是有 因为他们感觉到 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 愿意用和平问题 解决争端的国家 尤其是刚刚您讲 当我跟习先生的画面出现的时候 他们的称谓是很公平 而且是对等的 这过去很少见 但是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所以从三个层次 国内 两岸 国际 这次马习会呢 都得到了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效果 是 而事实上呢 两岸其实是双赢 大陆也得到了一个 不错的国际的这个报道 那你刚刚讲说 它在别的领域 有它的这个 这个得失 但在这个议题上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正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最后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当天晚上 经过了一天了 当天晚上 您跟习先生两个代表团 进行了一场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晚宴 这场晚宴到底谈了什么 也没有什么趣味跟秘心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见证历史的转折特别节目 时间的关系 总统 容许我最后再问两三个问题 第一 您刚提到了这个立法院的国情报告 这是史无前例的 其实过去从来没有这个例子 为什么您一定要到立法院去 做这个国情报告 而且人家现在还不见得接受 第一 这是我的承诺 我在11月5号的记者会上 就公开的表示 为了让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我愿意在回来之后 如果立法院邀请 我愿意去做报告 我刚刚不是说吗 马锡会 我们三个层面 一个是国内 一个是两岸 一个是国际 我们都有一套计划 这是我们国内计划的一部分 在出发前 向立法院 向党团 向国人 都报告 去的时候在现场 向大家做开记者会 做报告 回来之后再回到国会 因为我过去说过 两岸领导人会面 第一个要 国家有需要 人民会支持 第三国会监督 本来立法院在宪法上 是没有监督总统的权力 但是国情报告 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我们希望按照宪法 按照法律的规定 来做这个报告 可是现在卡在民进党的手上 这我非常不了解 为什么呢 他们不是说我们是黑箱吗 你说我们是黑箱 可是黑箱的来源 愿意到立法院报告 你不邀请 这不是很奇怪 这不是矛盾吗 我觉得这点 是我们非常不了解的 尤其是将来 我们希望这类的状况 都能够成为一个惯例 如果将来还有中华民国的领导 总统跟大陆领导人 会面的时候 都应该这样做 可是他们会认为说是 这个因为您事前去之前 打招呼打太晚了 换言之 10月14号 15号决定以后 没有立刻跟这个国会去打招呼 当时所谓是 大家愿意向各自的长官请示 还不晓得会不会成局啊 而且实际上过程当中呢 也碰到几次 差一点成不了局啊 是 好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晚宴 晚宴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假设您要用黑箱 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人看到 任何晚宴的现场 也不知道那个 您可不可以还原一下 晚宴上您跟习近平 比邻而起 这个而坐 谈了些什么吗 我们谈的就 没有这么正式的话题 都是比较休闲的 是 那么一开始 当然就谈酒嘛 他们带了茅台 我们带了高粱 是 那我们的高粱还有写的中华民国 是 是 还有这个马祖的东勇高粱 马祖老九都有 我们分别说明他们的来源 我们听说在这个晚宴上 好像还谈到了 总统府 对 谈到 因为我们讲到在台湾 这个最后的一年 美军轰炸得很厉害 包括我们总统府 都几乎炸垮了 后来重修嘛 其实很多人提到 你们总统府就是日本原来的总统府 所以他说总统府 他也没有 习近平亲口说 对 你们的总统府 对 也没有什么 不自然的地方 对 我们也没有 要怎么样认为说 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地方就叫总统府嘛 是 并没有什么特殊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场合很自然 没有人谁去夸张 去强调 或者利用干嘛 都没有 好 这算也算是一中各表的 另外一种表现 好 最后想请问你 您说这次是在两岸的 这个第一 为了可能两岸领导人 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建立一个常态性的机制 搭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 对 可是我们在台湾地区 确实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 对 倒不是为了今年的选举 就一直有这样的现象 您认为您搭起了这个桥梁 跟建立的这个机制 真的能够延续吗 两岸关系是一个台湾 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不论是哪一个党 哪一个人 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必须要面对 我很幸运 在过去的七年多的时间 运用我们所有的资源 跟大陆达成一个 两岸之间 台海的这个现状 可以稳固的基础 两岸的和平跟繁荣 成为市值 但这个有一些前提的 比如说像 包括像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 这些变成了我们 共同的政治基础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这些都很顺利地发展 以后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基础的话 是不是还是能够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至少呢 我们展现给大家看 有这个政治基础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如果大家继续建立这个政治基础 还是可以延续 我身为总统 不管谁当选 我希望我交给他的一个两岸现状 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也希望接受的人 能够继续做下去 这就是我这个争取 马锡会很重要的成果 当两岸的领导人 对这些问题都背书的时候 往前走 而走得稳的机会是很大的 那就是要看后来的人 是不是能够像我刚刚说的 都有机会上桥渡海 但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 最后我觉得 我一定要提一下 马总统这次自己讲到 我们很意外地知道 您1987年 两岸开放探亲 是您在幕后做的策划 当时叫银考专案 一直到现在 您可以说是现任的 中华民国官员里面 大概涉陆事务 或者这个牵涉到两岸事务 大概这个牵涉最久的 政府官员了 这次完成了马锡会 这样一个高度的东西 就像以您智学慎言 智学严谨的这种态度来讲 就好比一个博士后的论文写完 自己个人内心 有什么样的感触 是觉得完成了一个历史的攻击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内心的感觉吗 我不敢说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历史的攻击 但是我透过这七年来的努力 已经过去许多年 在陆委会所打下的基础 创造了一些新的可能 我再强调一遍新的可能 那这个新的可能呢 对台湾两岸的和平跟繁荣 是绝对有帮助的 你刚刚说有没有感到很欣慰 当然能够促成 我当然感到很欣慰 就像我过去在总统府 在国民党推动 比如这个资深中央民意代表改选 又譬如说 我到总统府来了以后 推动东海和平倡议 跟日本签了一个渔业协议 这个是我四十年前 写论文的时候就有的想法 一个年轻人 满怀的理想进了政府 总希望他的理想能够得到实践 那能够有机会实践 那种满足当然是非常让自己 觉得非常值得 无愧于心的 对 因为尤其是我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关于国防外交两岸 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一定要让我们国内 有一个自由繁荣的环境 两岸有一个和平的关系 国际有一个友善的态度 那这七年多来 我觉得大部分 我都做到了一个程度 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满意 但是至少呢 我可以告诉国人 我今天我最大的努力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马总统 能够跟我们一起 在总统府大礼堂 也是中书举行重要庆典的场地 也是马总统 行前举行记者会的场地 跟我们一起还原马席会的很多细节 也同时针对很多社会的距离 提出他的说明 或者提出告诉我们一些 大家所辜清楚的一些背景 特别感谢马总统 今天能够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希望快乐